好戏连台,演技被吹爆,抬取了唐嫣 罗靖为何一直没有大红大紫 有人说徐姑姑是傻白甜 跟房似锦拿错了剧本 有人却觉得他大致落语 简单随远,不管怎样 罗靖将这个角色诠释得很成功 成为观众喜欢的角色 罗靖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他和太太唐嫣因戏结缘 2018年底在维也纳举办婚礼 前不久,圈内好友严学金 在直播时无意中说漏嘴 爆料唐嫣已经卸货 淡下双胞胎儿子 尽管两位当事人没有回应 但是从时间推断 以及唐嫣近期的活动轨迹看 生产应该是事实 我们习惯将明星大红大紫定义成粉丝冲淡 出门前呼后拥,围追堵截 再网上一呼百应 一举一动都上头条热搜 其实真正的红应该是用演技和作品上头条 凭角色征服观众 未来,大红大紫阵容里可能都不会有逻辑 但是矽谷名单里一定会有它的名字